立正 走 請坐 請坐 各位學員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好 現在這一棵 很有趣 我們現在要向中國的國情 就是中國的國家的情形的狀況 這棵的 提供的材料 是中國 中國解放軍 空軍上校 名叫代曆 代序 你會覺得很有趣 中國的空軍的上校 提供那個 我們要上課的東西 因為我提供美國的東西 你會說這是美國寫的 我們自己寫的不准什麼 現在拿中國 解放軍的材料 解放軍的演講材料 來上課 這樣公道沒有 有沒有 真公道 這個東西是未來的你知道嗎 他是 幾年的一月份 算是他最後一次的演講 自從他演講 他演講過 去美國CIA 解錄他後 現在這個人封叫去北京 從今以後 他不能再演講了 因為他洩漏太多機密 我們來看他講什麼 所以這筆文章很出名 這筆文章 各位你們在座 應該都有 這筆如果沒有的話 你嚇唬 沒有啊 後面你把那個 阿祖 拌給你們 來 現在我打開第一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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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什麼 那一筆 那個 房間 那個 辦公室有 來 我們來看 這筆因為是 中國人所寫的 中國人說的是 中國的法義 所以我要用法義 來討 這樣 比較真切 中國國情報告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 中國共產黨 中央政治局 都有在感聽 所以我們換同學聽 我們沒有做假 這是 他們自己的上校 在演講的時候說的 這個上校 本來是 他第一邊說的時候 我們在前幾個 高級班 我怎麼有選擇 選擇到 到後面 中國共產黨說不對 我中國的事情 我們都 那個人上校 我們在講 所以現在 一月份 他講之後 就都把他調去北京 從今以後 不能讓他出來講話 所以他講之後 我們現在講這個 有六項大 有六項大 他這個六項大都刪掉 但是六項大 我們有 在我們的網站 你可以去看 來 我們來看 看這個中國 看他多強 看他經濟 經濟多好 美國怎麼玩 裡面都聲音很清楚 來你看看 兩千空十二年一月 待續上校的最新演講 他一開始就講 為什麼 我們周邊會出現這些事情 這個我們就知道什麼 中國 為什麼中國的周邊會出現這些事情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進入2009年 幾乎每個月 都有關於中國的消息傳來 遠的不講 歐巴馬剛剛上台 辨憾日本密謀關於針對中國的很多事情 我們的很多人都還被蒙在鼓裡 五月份 五月份 這是說2010年的五月份 五月份 是馬來西亞 越南 菲律賓 一塊兒提出 把南沙 群島 併入他們國家 最囂張的一個月 在這個月 美國的軍艦連續在南海和中國的軍艦 漁船發生衝突 到六月份的時候 印度一下子增兵六萬 在這六萬裡面 有兩個三地步兵師和一個炮兵師 所以在六月份的時候 我又去了一趟成都 是因為他這一次的增兵 我們就知道說 美國去南海的時候 五月六月 我們看不到這個消息 現在中國人 空軍的上校 直接跟我們說 所以這個消息 絕對可以相信 到了八月的時候 我又去了一趟 七月份的時候 日本宣布要在羽納國島駐軍 後來日本新政府上台以後 這個消息 暫時停了下來 現在是擱置 但是他的國防部長 已經宣布要在這個地方駐軍 在這個月 新疆發生 他一個 715大屠殺 這是7月15號的大屠殺 六月份 印度征兵的時候 我在成都 我從成都去了新疆 我從新疆回來不到20天 烏魯木齊發生大屠殺 他屠殺的地方 我全部去過 所以這個 這個空軍上校 這個很無形 會派他這樣到處這間 好想說這個人的身份 已經是蠻重要的 所以他講的這些話 是可信 因為講的這些話 不是在公開講的 他是在內部 的演講 我們去拿到他的演講 美國社會拿到他的演講 翻譯做中文 然後跟我們交代說 你們上課的時候 在高級班 要上這個東西 這是中國火情 他們自己說的 你做可以相信 不是把你扁嗎 他講的 有錄影带 這個有錄影带 所以 還是在7月 印度自己制造的核潛艇下水 還要宣佈再見四條 然後日本邀請熱比亞訪問 熱比亞在這五月 五月 五月當時 現在剛才5月2日 5月21日 熱比亞去到東京 開第四條的會議 有嗎 這都他那人就說了 同時希拉蕊 又跑到印度宣佈 要和印度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大規模出售軍火 同時又回到泰國 然後台灣又邀請達賴一系列的事件 8月份 澳大利亞借利 借利拓案 在政治上攻擊中國 他發表的白皮書 白皮書上公開宣稱 要和中國打一仗 歐斯特亞 是說為了那個 那個 那個做利拓案 到了8月份的時候啊 緬甸國感 國感是一個地方 國感就發生了 殺中國人的事件 這個事件一會兒我再講 我從新疆回來到北京 基本上沒有停過 國感的槍聲一響我又過去 直到聽到那邊的槍聲熄滅以後才回來 我又從這邊去了朝鮮半島 這個人 9月份 9月份 就是歐巴馬宣佈對中國 加徵關稅 這是經濟事件 就在同一天 中國宣佈要對美國的肉機和其他產品 進行調查的時候 這個時候 美國宣佈派駐守到印度 到達賴的駐地去見達賴 就在9月15 美國情報部門出台報告 公開的把中國 俄羅斯 朝鮮和伊朗一起列為 危害美國國家利益的假想敵 他的國防部長公開宣佈 要研製新型的戰略轟炸機B3 對付中國 10月 我們閱兵過後不久 前幾天 台灣除了大規模的試射導彈 那不是小數 而且這些導彈不是小導彈 全是大的導彈 有很多的導彈可以打到新疆 基本上可以覆蓋大陸全境 我們不知道這些事情 都不知道 這些事情 我告訴你 那個負擔飛彈部隊 什麼人在說 美國 你都很聰明 這就不用想 新疆的樂山 統統 這個導彈基地 在台灣有三個 一個在南部 一個在中部 一個在北部 北部是 在廖港基隆 有一個 再來就是這個新疆的樂山 所以 他這所有的導彈基地 中華民外部隊 中華民外官員都不能去 他們一手直接掌控 他們打飛彈 我們都不知道 你讓我們住在這裡 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我感覺很可能 知道嗎 再來 這些東西集中在2009年歐巴馬上台以來 我說的還是一個 只是一個輪廓 很多事件都全部上網了 只是我們政府在與其他安定的考慮 沒有有力的宣導這些事件 中華民國也是為了安定 我要讓台灣人知道 台灣人知道一定是病 還不是 所以 昨天我在飛機上看到 我在環球時報發表的一篇文章 它是批評印度的 印度現在在中印邊界上非常囂張 它囂張的舉動 我能舉出10到20個 但是由於這種事情不是今天的主題 我就不展開 我如果踏到這個代謝文章 我都很高興 因為夏的很小巧 那也很實在 看到這種的文章 台灣人自己妙想 我就覺得很可能 你看這些文章 你後來的報紙在哪裡看 你就看中華民國的報紙 騙很大 一天天都騙 後來這批文章 你可以拿去給你的朋友去看 你自己去看 中國人的上校自己寫 台灣多危險 你自己去看 一小子也不危險 你再卡住 來第二頁 這些事情都圍繞中國的周邊 連續不斷的出現 這是為什麼 那就是我們中國周邊的情勢 已經被包圍了 什麼形式的包圍呢 我把它形容為 西字形的包圍圈 這是我自己提出的 我們看看這個字母 在冷戰的年代 中國被包圍就是 還是處在海上被包圍 也就又是美國50年代 發動朝鮮戰爭的國務卿杜勒斯 當時宣稱要對中國實行新月形包圍 就是從日本列島到南海群島 也是從海上封堵中國 僅是一種新月形 像一個月牙一樣 今天這個包圍就不是這樣的 它是從月牙的這個地方 又從陸地上延伸到東亞 又到蒙古 現在我們看看這個視頻 他那個視頻就是 我看他的slide slide就是有那個 對於中國內部的演講 所以他的slide 在我們的壓扁 那個slide我們有拿到 那個狀況我們都有掌握 所以讓各位知道 因為中國人空軍很高的 最好自己說的話 我們絕對可以相信 他不會跟你 他就是憲意的 憲意的 所以他不會跟你騙 這是8月18號 發在環球時報上的一篇文章 當時是跟奉旦大學的審定力 圍繞同一個問題 這是十年來中國會面臨一個什麼樣的安全形勢 他的觀點是中國不會面臨戰爭 我的觀點是有可能會面臨戰爭 而且不只一場戰爭 這個文章發完以後 香港衛士還有台灣的淡京大學 美國的海軍學院以及周邊的很多國家都引起了重視 因為我只不過是說出一個現實 這個現實在我說出不久 日本評論家沿用我們國家的周邊走了一圈 這個人叫做宮崎正宏 他作為局外人用了一年的時間 實際上我用了十年時間 我在國內走他在國外走 他在國外走完以後覺得得出這個結論和我一樣 他說中國是一個完全被地緣政治包圍的國家 因為他的周邊是軍事基地 軍事同盟 核武 賭場和毒品 還加上恐怖主義 完全被完全的包圍 這是中國的現狀 剛才馬鼎盛說 我們現在已經不是無下阿門 我們已經不允許美國的Youtube 到我們的天空上面隨便來 Youtube是什麼你知道嗎 那偵察機有嗎 那個什麼 有一個叫做懷民有嗎 叫什麼 懷生啦 懷生喔 陳懷生喔 他塞那個Youtube去中國打下去 他說現在沒有Youtube了 但是後面又出味了你看看喔 不像50年代 當然馬鼎盛畢竟是一個地方人士 很多的情況他並不清楚 美國的Youtube雖然不來了 但是美國另外一種飛機 還在我們國家的上空飛行 所以在上個月 我在南通的市民大講堂 說到這個問題以後 當時有一位老先生心臟病突發 南通人愛打麻將一樣的長牌 男女老少都愛打我說 就在你們打長牌的時候 美國的V2 本來是U2 現在V2轟炸機就在你們頭頂上 轉了一圈 所以這一位老天生組的拐匠 一下子就摔倒了 我說我感覺到心情很沉重 非常不好意思 我今天 我希望今天不要出現這樣的場面 美國的V2轟炸機可以掛20顆20噸的核導彈 曾經以兩架並列的方式 從我們華南華東 從我們上空經過 在上海曾經有市民看到過 當時認為是不明飛行物 這個飛機非常的大 兩個翅膀夾起來有七八十米 這麼大的飛機在空中 我們居然一點都沒有發現 我們都發現不了 因為它在空中顯示的雷達反射面積 只有乒乓球那麼大 也就是說像一個麻雀一樣 飛過天空很難發現 所以叫做隱形戰鬥轟炸機 作戰的半徑是1.1公里 1999年炸我們大使館的就是這個飛機 中國人應該非常的清楚 注意吧 這都實在 1999年風炸塔南斯拉夫的大使館 你知道那個飛彈 當時是美國設定要打三個中國人 因為那三個中國人去淘汰美國的軍事機密 美國設定說 市場的設定說要他擦死 以及這個算好時間 以及南斯拉夫的中國大使館 很厲害 飛彈喔 整個飛彈 那兩個飛彈 就其中一個飛彈 打進去 只打四人三個 其他都沒問題 準到這種程度 我常說中國的飛彈 如果說要打台灣 中華民國總統府 我看是打到我們這裡 不準啦 但是美國是準到驚死人的準 就是這個東西啦 飛機 一個飛機 八十公車 兩隻一百六十公車 在天上你背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耶 好像乒乓球那麼大而已 那是要怎麼打 所以會戰爭嗎 不會戰啦 中國絕對不敢戰 他如果戰爭二十四十年 他就消滅了 那不是開玩笑 我是說真的會這樣 雙方的武力相差五十年啦 當然啦 我們台灣民政府要靠美國 要靠中國 比較猛的也要靠美國 要靠中國 那是土耳民的 他現在 還在過 我們拿這個 到現在那個飛喔 那個飛啊 一天一天有飛喔 我們拿這個飛機也沒有辦法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的防空 並不像馬鼎盛先生所說的 已經可以保證我們不受外敵威脅 這就是我們看國家周邊是什麼樣的情況 美國對我們國家的包圍分成兩個方面 一條就是一條線分兩段 第一段就是說他的海上包圍 海上包圍 包圍圈的起點在日本 事實上 實際上從冷戰以後 日本的國策已經轉向中國 大概是1991年開始轉向 第三頁 他原來是美日聯盟對付蘇聯 而且以中國為他事實的盟友 後來蘇聯解體以後 日本就把矛頭轉向全部轉向中國 在日本有的三軍自衛隊裡面 他從陸軍裡面拿出一半組建的 離島部隊有5.5萬人 加上他的海軍和空軍 專門用於西南方向 就是釣魚台方向 他們叫有勢 事實上 日本有勢 美日安保條約規定 台海有勢等於日本有勢 日本有勢等於美國有勢 這個意思說台海會不會發生戰爭 不會啦 絕對不會啦 雙方差的太遠了 所以他們叫有勢 實際上就是將來在台灣 台海問題或者在東海問題上發生衝突以後 日本的一個長射部隊 他不像我們的部隊 我們的部隊目前不設定假想敵 也沒有專門對付哪一個國家的軍隊 他就現在專門成立這樣的軍隊 專門對付中國 專門對付西南方向 成立這麼樣一個部隊 同時日本現在還向聯絡國申請一個 一個沖織繩的島礁 這是本人很聰明 那個島礁本來是沒有浮出水面 他把它蓋什麼 蓋珊瑚 珊瑚齊瑞 珊瑚如果死 蓋在那個島礁天環 那個累積一直關到浮出水面 浮出水面 日本就聯合國申請說 我增加了一個面積 所以日本的領土擴大 很聰明 很聰明 所以你看 我這就有時候這樣 這是一個島礁 這個島礁平時在水下 離水面大概有幾米 由於是島礁不能住人 所以不能申請為領土 日本人現在幹什麼呢 日本的科學家 現在正在這個島礁上面養珊瑚 大家可能知道珊瑚再不斷的長 長到最後不斷的死 死了以後就可以浮出水面 除出水面以後就可以 向聯合國申請為日本的領土 所以全世界的領土在擴大是什麼 日本的 頭腦很好 日本一旦把這樣的島申請為它的領土 日本就可以增加42萬平方公里的國土 關鍵是它這個地方連接著美國的關島 關島是美國在亞洲的領地 也就是說日本一旦把這個地方申請為他們的領土 那麼日美這個兩個國家的國土就連成一片 連成一片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美國和日本的V2 應該不是V2啦 日本的繩之島這個島啊 就從法律上到行政上就框死了 這不僅是一個軍事上的問題 它的第二的點是在琉球 日本列島在前面往前面走 有一個琉球 這個點就是出現在我們很多中國人 意識上已經把它當為日本的領土 但是我們從學術上角度不斷的提出 我們說琉球不是日本的國土 在今年7月份 我在環球時報上面寫過一篇文章 當時是有一個代表團 跟他們談判這個問題 我怕他們有些人 腦子犯糊塗 跟他談地理問題 但是現在跟他們談 我們一直堅持一個原則 就是按照聯合國的海洋公約 看這個東西到底是按大陸架構 還是按海上分界限談 我說這些原則都不對 我們國家對外領土領海的談判 我個人認為應該堅持歷史權益原則 什麼叫做歷史權益優先 就是誰擁有這個地方 誰最先發現 誰最先使用 那就是誰的 而不應該看這個地方 離誰最近 各位眼睛 照看我吃 中國人要用歷史來講 這樣我跟你說 中國這塊土豆都是蒙古的 有蒙古人拍手啊 在開玩笑 他要用歷史來講 怎麼有人用歷史來講現實 要怎麼講 他從1830年以後的戰政法開始以後 這國際的財政法開始有在生後 國際法有在營的時候 要用那個國際法去講 用歷史來講 那如果要來講 我也很好行 我阿公的時代有很多房子 他賣掉了 那都沒尊勝 歷史來講 我們家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那不行 不行嘛 這國際有一個國際法 要按照國際法 現在這個海洋公約 我跟海洋公約 我們沒有多久 我們有向美國和日本有生命 南海是台灣的 我先跟你講 1939年3月9日 我們有宣布 第二次世界到今天 這些問題還沒有改觀 所以你南海也不要再想 所以中國出來講什麼 他說台灣會跟中國聯合說南海的事情 有嗎 他在想說 他也有研究這些東西 他說台灣陪他聯合 不好意思 我沒有跟他聯合 南海是我們的 舊油是我們的 我們要跟他分嗎 不可能 如果要分的很簡單 來 我們台灣生了一個公司 日本你要出技術 日本是武功 但是你要出技術分的百分之十 美國是占領者分的百分之十 萬年離去比較快 給你五趴 福利賓五趴 你怎麼出錢 我們不用出錢 出那七十趴我們台灣來收 這樣看羅浩亞就好了 全世界第二個突產石油的國家 台灣 羅宋的就好了 坐在你們家 你就錢賺不完 希望民進府趕快就行 民進府趕快就行 民進府趕快就行好嗎 好 這都很大聲 有錢都很好的 來看看 但是這個 待續下這個文猶 實在說 真的很真切 如果海洋公約是1982年才出台的 我們使用這個地方有多少時間呢 所以我就寫了一篇文章 我說中日之間沒有領海的爭端 哪有領海爭端 我說中日之間還隔了一個國家 就是琉球國 為什麼呢 因為琉球國如果不能算成中國的領土 那他也不應該算為日本的領土 因為他原來是我們的附屬國 大家非常清楚 1879年被日本變為他們的領土 琉球被日本稱為華族 為什麼呢 翻過來 在日本人心裡想 他們認為這些都是華人 因為琉球的國王 是需要被中國皇帝撤封的 不是兒子也是外孫的意思 固然我們今天不能把它當為我們的一部分 但是在民國的時候 我們的國民就是把琉球視為中國領土 你們回去可以讀一讀 讀一讀 樂意多的七子之歌 他怎麼說 他把琉球當成台灣的父弟 也是我們家族的一個兄弟 誰都沒有把琉球當外人 各位 所以你們知道 中國一直在堅持台灣 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是說 琉球台灣如果真的是他的 他和琉球都吞下去 現在琉球吞吞的 南海他也吞下去 這個釣魚台他也要吞下去 所以 你不能看他說 他很聰明 但是他都說小的 說的你聽不懂 有歷史以來就是我們的 他都用這個說的 所以現在呢 我們現在在說國際法 建政法 他現在開始他不敢說 所以他有改變 他現在他怎麼不改變 我們台灣民政府這個組織成立 以後 中國共產黨有開會 在差不多兩個月前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會開會的時候 他有說 民進黨去讓他們消滅 但是又起來一個 十八共的組織 叫做台灣民政府 是美國軍方 美國軍方在後面 撐撐的 但是實際上也是美國軍方在後面 美國軍方在後面撐撐的 所以我們這邊 去年12月21日 我們去建國神策 一百五十個去祭拜 中國共產黨到今天為止 沒有批評過我們 沒有講我們的一句壞話 你不注意嗎 一百五十個去耶 只有一個 就是 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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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東在香港 有說 他說台灣有一小撮人 竟然 跑去日本 他不說祭拜建國神社 跑去日本 跟日本要求說 要回歸日本 我看看一小撮人 只說我們而已 他不敢正面跟我們批評 一群 鳳庆東現在接不去 北京把他堵住 北京對我們民政府就不批評 你小子你敢批評 我們去日本是剛好耶 所以今年 我們一百二十個人 要不是兩百個 不去日本 我希望我們高級班的人 你如果經濟上允許 你要參加 三萬八 四天三月 十二月二十號 十二月二十號 十二月二十 所以我說你要做西中的原因在這裡 今天阿波做西中的會來 這是開心感冒的嗎 我先說 不跟你公平 開心感冒的 哪有兩種 一種是做冷天的 一種是做冠天的 十二月的時候 要做冠天的 所以你現在 二月的時候 你要做冬天的哈 你當然你要冬天 夏天都做也可以啦 一粒三 兩粒 五千塊 很燙 真的很燙 我跟你說 我去外面買一粒 如果買比較好的 三四千塊 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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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黑都不一樣 黑都不一樣 所以最好是 大家一致 通過一致 比較好啦 不要再测費 來 你看 但是 琉球 琉球國 就在1879年 被日本合併了 因為 中国當時 政筑在衰落的階段 合併了 就合并了 清朝也是没敢坑气 这个事也就算了 但是在1945年的时候 中国曾经两次机会收回琉球 在座的可能也都很清楚 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 以后啊 罗斯福两次向蒋介石提出 把琉球群岛还给你 你能不能派孙力仁的远征军 来到日本来作为占领军 这点他说话 因为那些人分配占领的时候 美国没要让什么人策 他自己要去讲 美国自己去战 所以他说琉球啊 不对 这个历史上绝对是不对的 当然美国军队非常害怕日本人 到今天也在害怕 因为他跟日本人打一仗 他发现日本人根本就不是人 全部都是野兽 有神功 神风 敢死队 包括战败以后 所有的老百姓都跳出来 他就发现这根本不是人类 这个民族非常凶狠 他就怕美军登陆日本以后 可能对日本的 对美国的占领军引起很大的麻烦 就是这点啦 他没有要贴占领台湾 让那个西中国来占领 他怕日本嘛 所以美国人不敢来台湾啦 实在说他如果来台湾喔 台湾那时候有关东军两个书在台湾啦 美国女孩 派那个不太高的 中华民国那些去吃兵来台湾啦 这样这给大家招待了 67年了啦 实在美国人很苦 我跟你说 哎 他认为他认为中国人被日本人欺负了很多人 特别的仇恨日本人 这是我们的 包括中华民国那些中国人啊 仇恨我们耶 因为我们是什么 日本人耶 所以 为今天我们在做路里不知道耶 让中国人去做占领军 他们就去一些领导人 去一些军事机构 他心里就比较踏实 而且特别点名孙利仁的军队 因为孙利仁喔 在美国西典军逼的 孙利仁的军队就是远东军远征军 前不久我们看到一个电视剧 我们的团长我的团里面的那个部队 就是孙利仁的部队 孙利仁的部队前面被打的是杜律明的部队 孙利仁的部队就在印度接受了美式武装装备 换了美国的军装 拿了美国的机关枪大炮火焰喷射机 后来把日本人打得够呛 孙利仁有一个特点 他每打仗胜战以后 就抓到日本的葫芦 他审问葫芦啊非常简单 他就问日本军人两句话 你到过中国大陆没有 到过的站到一边没有到过的站到另一边 就这么简单再也不问了 他问完以后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活埋 当时中国想派孙利仁 一个是孙利仁比较能打 再一个就是孙利仁毕业于美国的西点军校 他们也觉得中国人对日本人特别仇恨 作为占领军以后一定会镇压日本 所以就向蒋介石提出把十万元征军派到日本来 作为占领军 然后把琉球导返给他 蒋介石没有答应 第二次又提出过来五万人就可以了 还是把琉球返给他 蒋介石还是没有答应 蒋介石也很怕日本人 那些美军去载中国的军队来台wie对家 中国人的屁股感到87unde压一距 看到鹅柯日本人站一距 在贱允港及高雍港 在他反应的时候 看到大家站一向停一接 是美国人在后排到一点 他真的不肯到我告诉你 所以我们真坊 一些台wie手也拆得 诶 祖国 中国祖国很强胜 啊 一个庇伦 压手差那么多 我们是战败的 你要记得我们是战败的 我们是日本人 日本军 我们战败 人家说 嗯 啊 日本人把我们强迫去 你想想 哪有可能把你提前给你押 说你要来 没人给你押呢 那时候你去做日本军的时候 还披红彩带呢 很得意呢 所以中华民国来宅台湾 叫台湾人 1949年12月台西将台湾人去做兵的时候 披红彩带呢 完全学日本人那头 我们老婆说我们老婆要记完 哦 记完 好啦 这里有一个做政 记完去的 没给你抢破啦 来 这个机会就放过去了 放过去以后 今天就成为中日之间的一个大麻烦 因为琉球群岛前面还有一个钓鱼台 钓鱼台在琉球群岛和台湾岛之间 其实它是属于台湾 没有错 也会比较黏着的 但是介于台湾与琉球之间 日本既能把琉球视为自己的领土 它也认为钓鱼台是属于琉球岛的一部分 可是在我们观点中 它应该是属于台湾群岛一部分 因为它离开台湾最近 各位 这在马关条里面 讲得很清楚 那时候马关条的刮是刮什么 刮台湾群岛还有台湾周边群岛 就是总共有36个岛和澎湾群岛 掘给日本天 所以钓鱼台就是台湾群岛其中的一个岛 所以他说的没有错 间隔群岛 日本人叫做间隔群岛 来双方 第五样 双方就围绕这个地方又满下了一颗火种 这是美国有意设计的 其实也不一定是美国有意设计的 由于蒋介石没有接受美国的邀请 美国军队就自己在琉球岛上面驻军了 把他的海军空军全部住在这个地方 作为一个非常大的军事基地住在这里 美国就一直在观察 他观察未来中国和日本 谁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朋友 他就把这个地方交给谁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因为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 美国和中华民国很多 你记得吗 那时候他叫做中华民国 但是蒋介石 这个是廖威 一世子没有拌过身材 把整个中国失去了 所以日本这边是不一样 日本的自卫军 是完全由美国帮他组建的 所以上一次我们跟美国在谈判的时候 美国跟我说 我们可以完全掌控日本的自卫军 我插一个了 所以说起来日本根本就不是国家 日本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美国全面掌控 所以美国掌控 所以美国才能够协助台湾民政府跟日本谈 美国跟你谈 他用的方法非常简单 你看他现在开始 从日本的一些政治人物开始跟他们说 石原在这个月十二叫他去日本 跟他说 讲了以后石原是石原 盛太郎 东京都的都市长 跟他谈了以后 第三天14号他就宣布他 我要购买钓鱼台 你的国头为什么要购买 其实他不是在购买 他是在激起日本人的 保护日本的信念跟决心 所以你看 国家很需要一些 类似这一种的政治行动 来保护他自己的国家 台湾人 我们现在的口号 我们是反奴隶 因为我们不愿意再当中国人的奴隶 我们真的有民主 我们也没有民主 我们的经济从剥削 我们不要来这个经济 我们如果自己掌控经济 后来日本 我们邀请日本 来把台湾民政府购买水果 他们现在要组建 一个团队来购买水果 我们会在中南部去 他们看可以的整个橫 日本人把它包起来 我先付给你钱 你不能给别人 第一我们经济 加他的服务磨砂的芒果 一颗芒果在日本 可以卖多少钱 你絕對用不到 你不要猜猜看 两万日币 一粒 北海道 那四年的芒果 一粒卖一万 我说我们的芒果 你不要吃过福尔蒙山的芒果 那些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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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芒果的芥多 跟芒片 一张芒片 一张芒片 就是芒果的芥 那些芒果有夠甜 那些芒果 南皮做一家 颜色也很漂亮 很香 芒果 艾雯有错味 他的芒果没有错味 所以我说 先把它撒出来 去屏東 火农果 凤梨 香蕉 过去我们美国 日本的香蕉 是给台湾安保贪很多钱的 国民都给你销不起了 无台无地给你加工 你就用什么万年冬药 现在日本来煎就没过 我们现在开始 我跟日本人说 你先付款钱 定金付款 那些农民一定替你做到要死 我跟你说 你说不要用什么就不要用什么 通过的减减 用火器把载过去 这样还会好 所以台湾的经济怎么办 是看你政府怎么做 他挑战要给你销 因为销售台湾的农药 让中国的农药白起来嘛 一些台湾的 不好品贴的 台湾的农夫 走去中国 带他们去装 不是说你去装就简单就改冠了 台湾人非常勤劳 台湾人以前的经济他那好 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不是困难啦 外南现在外南那些 马来西亚 印尼那些外劳不困难吗 做到要死了 非常困难 但是怎样 他们的经济怎么办 因为怎样 他们没有市场 美国开放他的市場给我们台湾 所以台湾生产的东西都可以不去美国 这样我们的经济起来了 所以今天 同样 我们跟美国说 你把他占了 我很高兴 全世界的同样 只有我们而已 要放占了 你把他占了 但你要跟他付这些吗 你市场要开放 我台湾的东西去 要免税 这样你的经济不好吗 美国开放 让我们 经济权利很好的 你中国15亿人都没钱了 你不能标面上看他说 有少部分 几%人 真好业 那都是共产 都是共产的 到今天为止 中国的宪法的规定 不可以有私有财产 到今天为止哦 我有一次啊 拿一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在他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面 规定人民不可以有私有财产 阿满罗特拿法的孩子 说我是中国人 我在组织中国的宪法 其实那部队是自由时报上的 很清楚啊 所以哦 你要很聪明 刚刚 现在现主席在台湾这些人 我们要成功啊 越来越成功 越靠近成功 我们被人家哀骂的机会就位 特别是我 他现在中华 起到两个中华的骨头 穿下来的 本来我以前看说 我十大罪状 听说最近情价到四十大罪状 我如果增加到一百个罪状的时候 台湾民政务就这件 所以较快的 再给他制作 四十个罪状 一百个的时候 台湾民政务会执政 阿满满一百个罪状 你们在拍手 我拍人要做一百个罪状 我们才会执政 好 你给他加油 再给他制作罪名 没关系 对你制作没有关系 来 再来看 继续看 一开始 好来 大家也看了建国大业 那个电影 中国的政治生态 后来发生变化 就和美国成为敌人 双方在朝鲜战场上大打出手 开始成为不共在天 四不两立的情况 因为他进军朝鲜 他顺一下 他进军朝鲜 就是他的开罗宣言做废 因为开罗宣言 当时有一个规定 蒋介石说 他不会侵略 所有的周边的国家 他侵略韩国 又在联合国通过 所以因为这样子 杜勒斯定这些民共 这不需要从台湾来交给中华民共 完全在这个地方 美国一看这种情况 显然日本成为他的朋友 后来就把这个地方 从法理上移交给日本 你注意哦 法理上 法理上移交给日本 但是钓鱼台没有说是谁的 琉球群岛就移交给日本 日本就把它变为冲绳 今年2月份 希拉蕊去了 就是在和日本签一个协定 就是美国将把琉球部队签到关岛 这是什么意思 他签到的关岛 也就是说中国在日本之间 再也没有劝架的 也就是说中国和日本基本上 处于面对面的情况 各位 琉球本来说有要撤军 1万9千名 现在已经宣布 要撤9千名 但是9千名撤到哪里 他没有讲 他不公布 台湾 要撤到哪里 台湾 台湾 我正式给你们公布 台湾 但是没有撤 没有撤这么多人 现在很主持 台湾的驻军 美国人差不多2千名 现在还在增加 要增加多少 会增加到2万 这些人要做什么 要吃牛肉 所以美牛可不可以进口 我保证 国民党也好 民进党也好 通过 只有民进党跟台湾共同 去国民党利用 反对 反对 他反对 保护台湾人的健康 你看到几 美国说你台湾牛 台湾的鸡 毒素 比美国牛多几倍 2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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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的台湾人都去吃 我这个 比他少2千倍的毒 你不能吃 更何况 瘦肉精会怎样 瘦肉精有什么意思 因为大家都要吃瘦的 没人要吃肥的嘛 所以瘦肉精主要是 那个牛 成长的肥的 比较少 其实我喜欢吃肥的 所以我才十五 因为肥的比较软 瘦的比较硬 我喜欢自己在 doen 什么 啊 其实 它在国家 有吃鱼肉 你受脚 你有吃鱼肉 你吃鱼肉 你試玩吗 没几月 没有 差不多3分之1吃鱼肉 不是不敢吃 因为我们的伯母都跟我们说 牛 做事 農業做事 你哪里能够吃肉 有吗 有吗 我跟妳說好嗎 我跟妳說齁 我小孩也是這樣 另外我媽媽的媽呢 我大小孩喔 就不在聽話了 那個牛肉在吃呢 我孫啊 我就跟我媽媽說 她這麼同意 我說 欸 我腳掌 我都叫腳掌 媽媽都叫腳掌 都腳掌 那孫啊 哥哥這麼小孩喔 是因為沒吃牛肉啦 你看美國人都吃牛肉 都吃牛肉啦 你不能再叫人不要吃啦 現在牛都起來要吃 給吃啦 吃 吃會大一點啦 我媽媽當然耶 現在牛肉吃一吃 哇 我的孫啊 都差不多要180公分耶 有效耶 吃牛肉有效 我自己做照顧 因為我給妳吃牛肉嘛 妳也要吃牛肉 要不然妳的孩子很小孩 我跟妳說 真的 我跟妳說 說實在啦 牛肉 只要說比豬肉 比較好啦 後來妳的孩子 因為我們這筆喔 年輕人 吃不吃一半啦 吃都可能要再生啦 吃一半 都要再生的孩子啦 孩子要吃牛肉 我不跟妳騙 真的要吃牛肉 吃牛肉齁 孩子比較 會比較用 比較粗用 比較大 可以啦 現在的牛啊 沒在做事啦啦 不要說那個牛要做事 所以不可以吃 不可以吃啦 可以吃啦 我沒有騙妳 什麼都可以吃啦 欸 來 過來 所以 所以在2月份的時候 我就寫了一篇文章 我說 由於美國和日本簽署這個協議 日本軍隊接管沖繩以後 由於和我國相處於面對面關係 日本的態度 將變得非常強硬 未來解決東海問題 釣魚台問題 將變為非常不容易 不可能給中國拿起來 要反對 但是我沒有想到的是 七月份日本又宣布 將在與那國島駐軍 我可以看看它的位置 他離台灣只有110公里 距離東京2112公里 比我們到南沙群島的距離還要遠 也就是說 日本要這個地方駐軍 當然嘛 當然後來麻生首相啊 下來以後啊 新政府上來要和中國搞緩關係 這個主張就暫時放下來了 與那國台那個海 那個防空啊 識別區啊 往左邊移動15公里 那個步驟有效 妳有沒有看到嗎 我們的網上會有 移動15公里 我們 但是我們不能忘 移動15公里 中華民國敢不敢說 是怎樣 為什麼中華民國不敢講 因為美國講得算啊 中華民國根本沒有台灣的主權啊 妳給美國說 妳不要講話 就這樣 就黏黏了 這堆土地要說沒有聲音 是美國軍事黏 我不知道是腿還是說的 姚家文就是其中之一啦 竟然跟記者說 我沒有看到美軍啊 欸 美軍有在看得到 才有算尖命嗎 領空 如果做一個國家宣布 這個領空妳不能飛機飛過去 飛過去 我就把妳打掉 那有尖命嗎 有尖命 這堆領海 尊者不能過 尊者如果過 我的威賴給妳打掉 有尖命嗎 有尖命 所以贊領這兩個字啊 不是說 部隊 站在那 讓妳看得到 才贊領 我家我沒有去打 也是我的 我這樣就要去把威賴起來 才算我的 她小孩的時候 我記得做小孩的時候 妳看得到 要不然妳放火起來尾啦 有啊 像有這句話 我不知道妳有啊 我小孩有啊 妳有啊 妳有啊 我們都平 一樣的那是大漢的嘛 那也是 也是夠用的 想怎樣放火起來尾 尾的這是妳的 No 法律先生說妳的就是妳的啊 什麼人也不能給妳的 借命就是這樣來的 你知道嗎 所以 大家的思想要open 要打開 思想一定要很開放 因為國民黨給我們的思想都 我們現在最痛快的什麼事你知道嗎 妳知道嗎 妳做妳學不到 我到現在 我有像什麼的感覺 我們沒有外交人員 現在有幾個國家 跟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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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排氣 是啦 沒人 因為中華民國 中國人 沒要培養台灣人當成外交人員 那做外交人員 都是很小顆的 永遠 沒要給妳做大漢 所以妳就都賣賞嘛 妳都不賣嘛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真的很辛苦 四百年以來台灣人 從來沒有建立過自己的政權 妳有的政權是中華民國的 跟台灣民政府兩親控 佩尼2月2號正式成立一後 我們還是才有政府一個國家的出行 才開始進行 一直到這邊的12月5月15禮 那個補助 我們才讓所有的台灣人心放下來 不然妳想問都提心吊彈 對不對 妳平良心大家都說 好啦好啦好啦 英雄啦 英雄在世啦 我跟妳說 我說的都實在啦 好 但是為什麼 五月十五月這麼頂的補助 因為時間到了 美國說 因為其實他老到 你差不多由四月開始 他說可以開始廣告啦 可以開始登啦 來 要登的時候沒錢啊 沒有錢耶 頂補助要錢耶 要去電視上要錢耶 啊我們對外不一樣耶 我們對所有收的錢都是什麼 我們自己的 兄弟姐妹 這個group裡面 的錢我們才有在收 我們現在很不簡單耶 美國人 日本人都很厚落耶 外面的人說 這林志昇美國的CI已經給他們錢了 我跟妳說 妳不用擔心啦 美國錢如果給我們的時候 在我們參議會 開始在審查議程的時候 啊這個議程開始在那邊 這個參議會跟內閣開始在那邊運作啊 啊這個運作是什麼 影子政府 妳要開始練習 所以妳不能想說很簡單耶 我們不是民進黨 其實民進黨叫做中華民國民進黨 它是接替中華民國的政權 它不是台灣的政權 它只是說 我們就把它改名字變成台灣就可以了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這國際法上面的規定啊 啊如果可以就地合法的時候 當年法國在倫敦啊 成立法國啊 所以國際法這麼清楚 這麼清楚 流亡政府不可能就地合法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這是我們所有的國際班人都要知道 占領不可以移轉主權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妳只有這兩點啊 所有人跟妳辯論啊 都叫他去旁邊睡 她如果跟妳說 民進黨怎麼選去選贏就怎樣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這是國際法的啊 啊妳說我們改名字啦 占領不移轉主權 妳學的工夫只有這兩點就好了 妳如果說那條用妳背不起來 妳學著這兩點 全台灣所有的不論哪一個黨派都輸妳啦 絕對讓妳割價 不管是否報仇啦 外國仇都一樣啦 讓妳割價 所以我經常妳說 妳不能修化妳自己 我修化比喻 但是妳要這兩點妳就可以執政 妳不要貪污嘛 妳的薪水有三倍了妳貪污要死喔 真的貪污會死呢 七十六 七十六 對啦 現在沒那麼多公務人員啦 大家都有房子好大 妳貪污是要做什麼 不必要啦 妳的孩子從修化開始 她的地方開始 跟她的薄水都不用錢 政府給妳錢 妳貪污要做什麼 村子要做什麼 不必要也不是 所以好好替我們台灣人做事情 這是今天妳這麼辛苦 這麼年來妳熱 妳要多多二十四休息 不計喔 三天喔 明天還要半天呢 妳的苦心 六天可以讓妳訓練 跟妳自己本身的基本常識都有啊 這種短期班呢 妳中華民國 她在訓練她的人員 她是怎麼訓練 剛開始的時候 佔領台灣的時候 她怎麼訓練 她小學畢業嘛 妳做學校的老師呢 啊校長啦 對啊 蔣介石講的是方言 她跟妳說說國語 她當時的國慶的國語 我沒有一次聽得懂耶 妳看我們台灣人看六個年就好了 不要再麻煩了啦 也有很多 來 但是我們不能忘記 這是日本大戰略中的一部分 她早晚會在這個地方有動靜 喔 有預測喔 妳看喔 美國和日本 加上印度 澳洲 新加坡等盟國 就在日本到琉球群島周邊 這麼多年進行了大規模的演習 不下幾百次 基本上都是針對中國的 所以他們這些演習妳知道嗎 妳都不知道 補充跟沒有 都沒有 其實有幾百百的演習 現在太平洋也要演習 在太平洋也要演習 演習要創什麼 演習就是四同作戰 所以我告訴妳 中國絕對不敢輕舉妄動 她知道她如果打下去 一十四小時她就輸了 她如果不要打 沒什麼事 但是中國人去嘴 真笑不對 都記載她說的 像是中國人在麻麻的一樣 都記載她去麻 反正阿扁有說這句話 麻也不會死 做妳的麻 現在這麻四十條而已 補充頂出來有 我看那些全都太多地方了 現在有很多人說 獨牌說我們要成立台灣民政府 我以成立台灣民政府不稀奇 中國國民黨也要成立台灣民政府 中國國民黨有比你還要用嗎 但是中國國民黨有錢 有很多錢阿扒我們的錢 要成立台灣民政府會不會成立 我幫妳保證 我在那抖保證 我再掛一遍頭給妳做多少 國民黨如果要成立台灣民政府 絕對不會成立 因為你不是台灣人阿 你不是本土台灣人阿 所以不可能他成立阿 阿你說 阿民進黨中華民國民進黨成立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也不可以阿 阿他沒有告美國 阿不然你告美國阿 阿要告美國 美國跟最高反應最沒辦法四五年 四五年 啊四五年我們已經走過了 阿那不用說四五年 我們就要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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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四五年 太慢了啦 來 再來 只要送這樣就好 晚上送就好 只要妳說喔 這個高興喔 兩天就好了 禮拜一妳怎麼記得 一個人可以買兩分三分 自由時報啊 台北市跟台中一百都會買 南婆已經頂過了妳也拜託耶 好 妳這樣問 太少了 太少了 好 這樣好 這樣 看破爪的錢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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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講幾句好不好 好 好 沒什麼聽哩 哈哈 只看破爪妳就沒什麼好 這樣啦 我來跟那個 遊行人說 他出 他那個補文燈啦 那一座補文燈千多塊嘛 那我出一本桌啦 就是第二桌啦 一千五百塊啦 那妳自己去關 看妳要關哪些 頂部住了 一個專款 這樣好嗎 還有一個補文燈啦 那兩個加起來啦 那妳看妳可以出多少 那補文燈不用同學嗎 對嗎 沒關係喔 兩萬好嗎 說一下啦 不可能啦 這樣啦 這樣啦 兩千塊啦 妳如果說有一千 一千也沒關係啦 這樣好不好 妳的名要記起來 到樓下自己 磚款啦 登報紙的磚款 登什麼報 蘋果日報 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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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裡 人家的集中大家都集出 你自由時報 現在是蘋果日報 要登一邊全台灣的啦 要百幾萬耶 我跟妳講 妳不然說好 百幾萬耶 沒有 蘋果是因為少年人在看 妳不要說 我們老花都在看自由時報 那些少年人都在看蘋果 我跟妳講 讓少年人知道嘛 妳說好嗎 好 這樣好 決定 我待會兒通在樓下 一本拿兩千 送一個補文燈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那是很重的 我先跟妳講 妳不要拿回來就不簡單 我跟妳講 很大本 比新台灣論更大本 在那一本 有比較欠 比新台灣論 比較欠 所以妳應該照著妳 可以先讀新台灣 第二次要讀 新台灣論 應該是這樣 這樣也好 讀大家比較清楚 來 再來 在今年的4月份 海軍閱兵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知道 印度人來了兩套 比較先進的驅逐艦 當時我們還比較感謝印度 說印度人還挺給我們面子 把他最新的軍艦全部都派出來 但是4月23號我們閱兵完畢 4月24號印度的軍艦 直接從青島開到沖繩 和日本 美國進行了 大規模的海上演習 叫做反恐演習 全世界都把中國爭取的 美國出動了航空母艦和艦艇 日本出動了所有的 宇斯頓 宙斯頓金剛級的大型驅逐艦 1萬多噸 加上印度兩條比較先進的驅逐艦 所以當時我在國際廣播電台做節目的時候就說 在沖繩這個地方有什麼樣的恐怖分子 能夠值得美國動用航空母艦和核艦艇呢 有什麼樣的恐怖分子值得印度 從印度人跑到這個地方來反恐呢 其實這就是在日本方向 日本方向針對中國的情況 從日本列島往前走 在這個包圍圈裡面 還有一個重要的點就是台灣 當然 由於馬英九上台以後 兩岸的關係比較和諧 也就是說現在戰爭衝突的形式 就是看起來不怎麼緊張 但是當然我們不要忘記 台灣問題困擾了大陸好多年 也就是說我們建國的時候 這個問題就困擾了我們多少年 蔣介石的時候一直在反攻大陸 圍繞這個地方還可以說 小仗不斷一直到1958年 還發生大規模的炮擊機門 我們的空軍和國民黨的空軍 還在福建上空進行過大規模的空戰 直到後來我們改革開放以後 雙方的形勢在蔣經國時代 有一個短暫的和平時期 直到李登輝上台以後 1996年我們又進行了一次 特別大規模的演習 就是解放軍歷史上 從來沒有過這麼大的演習 三軍大規模出動 也就是這個演習中 我們的軍隊槍斃了一個少將 也就是說我們的演習的很多重要的底牌 被他透露給台灣 當時我們六枚導彈穿過台灣島 從台灣的上空打過去 結果我們的導彈還沒有射 李登輝就知道我們的導彈上沒有彈頭 他說是空包彈 有趣味 有趣味 這個情報 就是總後的一個將軍 總後誰 總後勤部 一個將軍劉連坤傳遞出去的 這個人前前後後為台灣做了間諜做了九年 是目前唯一一個同時擁有兩岸少將軍銜的人 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少將 也是中國 中華民國國軍的少將 厲害 真的厲害 從這點可以看出兩岸的情況是非常的不平靜 從1996年開始 兩岸就進入到風急浪高的階段 一直到沉水扁上來 也可以說是非常的囂張 一直在奉行 奉行對大陸的挑戰 挑釁對策 也就是說僅僅從2008年 馬英九上台以後 雙方才有緊張對峙 轉為相對的 緩和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馬英九剛開始的中國對於他有寄望 但是他都不緊張的事情 馬英九是美國一個美國的女孩 所以他是美國的情報人員 CIA的人 他這種的人他絕對聽什麼 聽美國的話 所以美國那時候我你幫他 他都幫我笑 他都不會想 笑笑 笑笑 笑笑跟他說 你想他逃得了我們美國的掌心嗎 我問為什麼 他是我們的人員 夭壽喔 有問題的不是馬英九啦 是馬英九周邊的那些人 走這樣他們在賠馬英九 其實是在賠他周邊的人 他周邊的人什麼人你知道嗎 你敢要求 我不能說 但是我如果跟你討論到紀念 沒有你怎麼想要做什麼 我跟你們說好不好 你要聽嗎 有 有 真的有 真的有 有 有 這樣待會兒有拍手的來賓 我跟你們說 沒有拍手 不要 好啦 我跟你們說 其實現在中國對靠的人 請兩個人 連戰 徐立德 江炳坤 江炳坤 徐立德 跟連戰 你不能看補助 沒什麼印象的名字 我跟你們說 這三個台灣民政府這件 要辦 我跟你們說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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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到這裏 好啊 好啊 都在轉播呢 比較節制的 比較節制的 來過來 所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 解放軍有一句口號 就是 要以對台軍事鬥爭做準備 以對台軍事鬥爭 拉開我們軍隊的全面現代化設建設 台灣島這個問題 我們還不可以小關 只要他一天不回來 一天就是我們的麻煩 不可能回來了 我才不可能 不可能 在美國和日本 兩個國家的作戰計畫中 都有為了台灣不喜 和中國發生大規模戰爭的準備 光是難得公司 為了 應對台灣問題 又有三套大的方案 其中一套方案就是未來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方向發生衝突 我們 將對中國的沿海北京上海 進行全面的轟炸 包括中國的東北 這還只是局面的戰爭 所以我們不能小看了這個問題 日本說得更明確 日本有一個皇位次長說過 他說我們日本對大陸兩岸的關係 是什麽樣呢 他說 大陸和台灣就是一對夫妻 尚概夫妻 我不會說 夫妻之間平時吵架 我們鄰居可以不管 但是當丈夫要拿刀殺老婆的時候 我們鄰居就不能不問了 我們不會殺中國 老婆 我們是男的 他是我們的老婆嗎 日本很奇怪 他很奇怪 你有感覺嗎 他說夫妻 那誰是夫誰是妻 他說丈夫要殺老婆的時候 我們絕對不會是殺中國 對不對 對不對 你是夫妻 我們不會殺中國對不對 我們會去打中國嗎 怎麼會 你們這裡都有意圖 狂狂都是要去打中國 我們不會去打他 我們不會去打他 我們跟 無緣無收 中國共產黨沒有殺台灣人 是中國國民黨屠殺台灣人 這個官娘要在你的房子裡面 我們跟他是無緣無仇 他們聽這個演講是最好 你要對付 要去對中國國民黨那些人 他如果是台灣人 才是中國國民黨 也是變成中國人 你要對付 跟我們無關的 所以非要打來 不要打就我們了 我不會打 那真的不會打 不用煩惱 來過來 講得非常明確 這實際上就是說明 日本的根本心態 就是你們平時怎麼吵都無所謂 大陸真的想用武力 把台灣拿回來的時候 那日本就不能不問了 所以我們應該知道台灣問題 目前對我們大陸是一種 什麼樣的狀況 另外兩個國家是怎麼想的 他講的實話 是這個位 所以中國敢打台灣嗎 絕對不敢 他如果打台灣不是打台灣 他是打日本跟打美國 他有那個腳踏 絕對沒有啦 不用煩惱啦 台灣之後 也就是說海上包圍圈的終點 就在南海 來看第七頁 在今年的七月份 我跟深圳衛視的22度觀察 做了一個節目 跟北京的徐光玉將軍 就是為了南海問題 當時就覺得深圳 深圳衛不只是愛國 而且非常膽大 他問很多話都非常的尖銳 後來他問徐光玉將軍說 他說徐將軍 我認為我們在南沙問題上 我們最終的結果會怎麼樣 徐光玉將軍說 我認為會雙贏 他後來又問我 戴老師你認為會怎麼樣 這代表是戴旭 戴旭說不可能哪裡有雙贏呢 那要怎麼樣 要嘛就是他們拿走我們全輸 要嘛就是我們拿回來 他們什麼都沒有 那有什麼雙贏的結果呢 因為這個地方的情況 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樣 領土的問題是不能談判的 我們現在台灣民政府也選擇 領土的問題不能談判 我們也要怎麼選擇 就像那個鄧小平同志 當年在香港問題上 跟英國人說的是一樣 主權的問題是不能夠談判的 所以我們現在有很多的學員 還在做夢 懷著夢想通過外交談判 外交手段來收回這個地方 事實上根本不可能 而且在南海問題上面 我們也是目前中國人中寫的文章 我也是啦 他也是中國人當中啊 寫的文章最多 呼聲最強烈 主要就是力阻民間軍隊 趕緊有動作趕緊進去 為什麼 這是因為南海發現石油跟天然氣超過中東 哦 那是財富呢 超過中東 目前已經發現的石油有五百多億噸 哦 台灣好壓死 我跟你說 還不算天然氣 已經相當於第二個中東 如果在擴大區域 很可能超過中東 太好了 這個對我們中國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你的未來 現在大家看這麼多的車輛 可是目前這個國家的石油儲備不到一個星期 哦 這個重點 中國的石油儲備不到一個禮拜 怎麼打 要怎麼撿 你聽到嗎 建政一星期以後說暫停 我的石油不夠 哈哈哈哈 啊這石油算他控制 美國控制 啊有的人就是說美國去趴伊拉克 是為了石油 你說對不對 不對耶 美國進口的石油第一位是誰 加拿大第一名 啊這樣美國就派兵去加拿大贏 啊給他倒一個輸功 過來就好了 很簡單的也不是 伊拉克中東那些酒油在美國算起來 是第三位第四位 所以美國怕伊拉克不是為了石油 他如果要去加拿大就有啊 我說一個更簡單的就是說他倒一個輸功 自己這樣去掉就好了 他怎麼下去怕 所以有真的事情哦 我們要知道整個國際的形勢 是怎麼走的 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 但是我們要做很好的判斷 過來 而我們海上所有的石油通道 全在美國手上卡著 如果美國要把我們這些石油管道關了 那咱們一個星期就沒有油用了 不是多少錢的問題 是你根本沒有 所以我們一定要重視這個問題 在這個地方南海這些國家打來 一千一百口 游警 沒有一口是我們中國的 今年二月份 國家海洋局和北京大學 中國戰略研究中心的一些人 召集我們幾個 要制定一個中國的海洋戰略 後來叫我過去 叫我過去以後 我一聽他這個題目 我就有一點不高興 我說你們怎麼現在才制定中國海洋戰略呢 中國海洋已經被人家全部拿完了 你怎麼樣才能制定海洋戰略呢 你們那麼多人幹什麼去啦 所以這個數據我是從他那裡的地方搞到的 我問現在不會別人有多少口油氣井 他說別人有一千一百多口 我說我們呢 我們一口都沒有 他說為什麼沒有呢 他說因為我們的體制條塊分割 中央跟地方內部體制不見錢 我說不對 你在找藉口 因為你們貪生怕死 你們怕跟人家搞糾紛 果然我這個主觀推斷被我驗證了 當時環球時報有一個記者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動機 他去採訪採訪中石化的一個領導人 他說我們中石化為什麼不能去南海開發石油呢 那個人說這個地方不能去 這個地方會引起外交糾紛 所以我在旁邊 我就在我的博客上寫了一篇文章 猛烈抨擊中石化 我說你自己的地方 別人都不怕發生糾紛 你怕什麼呢 你就是一個貪生怕死的行為 所以我說這種軟弱 會導致我們將來在很多問題上面 根本沒有地方找所 後來和徐光玉將軍做這個節目中 我還說了一下 我說我們大家一定要糾正一個觀念 很多人到現在認為 包括周邊的國家 越南菲律賓他說 他們以聯合國海洋公約為依據 他們說南海這個地方 離我們大陸架很近 離我們的領土很近 所以這個地方不是中國的 離我們菲律賓也近 離印尼也近 離中國那麼遠怎麼說怎麼 怎能說是中國的呢 你的大陸和那個地方的大陸架也不相連 導致我們談判的領導人非常被動 他不說了 中國人也很怕死 共產黨共產主義 反正錢都是國家的 命是自己的 國家的錢你就可以貪污 可以用不用付錢 所以中國的貪污非常非常嚴重 變成老百姓都是去給努力 中國人包括中華民國這些中國人 在我們台灣他也是這種的心態 他就是你努力我們 你讓我們在那裡做到那裡 交給他稅金 交給他去替他做兵 不然做兵就跟你抓去關 你不交稅金也跟你抓去關 我們英文在做路的 所以你一定要拚起來 原因在這個地方 後來我在深圳衛視22度觀察中說 我一定要把這個問題講非常清楚 為什麼這個地方離我們這麼遠 又不是在我們的大陸架上 他還是中國的 這個東西我們就要看歷史了 聯合國海洋公約是1982年出台的 越南是1975年獨立的 在越南獨立之前那個地方是誰的 我發現這個地方是在西漢實體 那個時候中國命名這個地方叫做千里藏沙萬里食堂 這個時候的越南是誰的 越南是我們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越南是我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歷史直到聖朝 到宋朝以後的就變成軟弱了 他這個人啊下一屆兩代去啊 他不懂了什麼叫做神聖不可分割 萬國公法裡面有把神聖不可分割 什麼叫神聖不可分割 有定義啊 他有一個定義 這個時代到後面我還要講到 宋朝這個國家非常有意思 和我們中國現在比一比啊 很有錢 很富裕 很軟弱 所以越南是我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到那個時候就變成可以分割的一部分 他就變成了富屬國 那個時候就像琉球一樣 因為在宋代以前 我們在越南設的是郡 就像我們現在設的一個神 一個地區一樣叫做安南郡 這些都是我們給他起的名 我們臺灣後面的粥還有就是什麼 郡 我們就用郡 這古早就用這樣 我們的粥還有就是郡 所以我們後面的臺灣 可能只有兩級到三級的政府 我的農委很多 這個年齊不必要說 阿鄉啦 利啦 甄啦 用那麼多要做什麼 不費錢啦 郡夫人緣市很多不好啦 所以我們後面的臺灣民進府 一定要徹底來改變 是400年來 第一次的臺灣人 來建議自己的賬款 這是香港臺灣自己的賬款 不是中國人的賬款 中華民國的賬款 再來看看 到了宋朝以後 他變成了副祖國 之後又隨著中國朝代的更替 有時候我們中央的軍隊過去 就把他給滅了 滅了以後 他又變成了我們的一部分 然後等我們弱的時候 他又獨立了 等於 就是說晃來晃去 後來清朝衰落了 這個地方就被法國拿去了 大家非常的清楚 大家看一代近代史就知道 法國拿走了以後 又被日本人奪走了 日本失敗以後交給了美國 後來美國又被日本打跑了 越南才獨立 所以越南在1975年 1975年才獨立 這是全部的歷史 所以我後來講 越南和南沙和我們中國 相對於什麼關係呢 我說這相當於兒子跟老子分家 奇怪了 一天跟他都要做人的老婆 他現在長大了 翅膀硬了 他要獨立分家了 分家就分家嘛 我可以把你的房子拿走 但是你不能把老子的池塘也拿走 越南是我們中國的一部分的時候 這個池塘就是屬於我們的一部分 你們分家的時候 把你的房子拿走 可是我們並沒有要把池塘給你 他說南海 因為南現在長南海嘛 他說池塘是說中國的池塘啦 家裡拿去 池塘他要留下了 你池塘跟南朝的你要留下 是要留在哪裡 但是我說完這段話以後 咱們深圳衛士放的時候 把這一段給拿掉了 不合理的合理怎麼可以補放 你想也知道 你不合理嘛 你沒有按照法理嘛 你黑白說的嘛 當然要拿掉 白講了半天 我覺得這是一個基本的常識問題 講得非常通俗 他是真實的時候 然後我們應該明確這一點 全世界都應該明白這點 這是老子的漁堂 你們不能拿走 其實到現在 我就覺得 你們和他們將來的談判 一定要拿這個例子和他們講 這是我們的池塘 你是不能拿走的 固然你們現在把它站住了 那站住了還是要還的 就像吳振宇所說的 出來混 因為遲早是要還的 你不能永遠不還 這就是這個問題 我們今天要把中華民國說 你遲早要把台灣還給我們本土台灣人 你出來混嘛 這句話是要跟中華民國說 我們跟中華民國說 你出來混 遲早還是要還的 台灣要還給我們 對不對 很有精神 很有精神 中華人說的話我們利用 我去補給他用 我一定要下你問中 當然 今天我們不能講這個問題 我們就講一下 目前我們的封堵到這種地方的情況 南海這個國家正在做什麼 一個是大力挖掘我們的石油 所以我們就主當我們堅決要過去 我說你趕緊過去把這裡搞一個我們的海軍基地 到現在全國都沒有地方 我都跑遍了 唯獨沒有南沙旅遊過 為什麼呢 你看看 他們最近中國生理 什麼南沙旅遊團 你有看到嗎 他一月份講的 要最近才開始做 所以這個人 表示這個人對中國一些政情 有影響力 文書不是現在講的 一月份講的 對啊 現在他們開始在做 表示這批文書 他們對他們是非常有影響力 這個人在中國來講是有影響力 這個人在中國來講是有影響力 不用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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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並不是我害怕他們 是因為沒有交通工具 做我們海軍的小破船 要跑好幾天 冰船暈的不得了 你要在那邊 建個機場 坐飛機 不就過去了嗎 我說你們 你趕緊把它建好 在環球時報上 為了南海的文章 我發了四五篇 所以一直主張 我們趕緊過去 你要不過去 那個地方就是這樣 而且我們提出的 各自主爭議 共同開發 我認為我們說話不算數 我們各自爭議 人家在開發 你為什麼不跟人家 共同開發呢 所以我覺得這塊 這塊我們是說話不算數 共同開發 你應該趕緊去開發 你開發了以後 他開發了你也要開發 我當時在環球時報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比較著急 我說我們應該利用四萬億 拉動內需的政策 鼓勵鼓動全民下南海 給他政策 畫一塊區域 捕魚的捕魚 挖油的挖油 把海軍往這裡一放 看著海軍幹的 幹的就是這個火 我一直主張 但是到目前還沒有看到行眾 目前我還在呼籲 我希望趕緊過去 如果過去晚的話 這個地方會非常麻煩 各位 會比較這段 我們這個代席以前 登記我在演講的部門 他台部都說經濟 他說經濟 他說經濟 他有一個理論 今天我時間沒有了 所以我先說給各位 他說美國 欠中國的錢 有嗎 中國派副總統去拜訪中國 美國派副總統去拜訪美國 有嗎 拜訪中國有嗎 他 中國的領導人 跟這個副總統說 我們的那一些錢 安不安全 你知道這個副總統怎麼說 我保證非常安全 他的安全 就像我肚子裡面的一塊肉 你聽不懂 肚子裡面的一塊肉 如果吐出來 不會是肉 如果放出來 大便 這句話 中國人還聽不懂嗎 不可能行李了 我再說一個 昨年中國運國債 發錢國債 他主動跟中國說 你來買幾千萬 中國說 NO 你欠我那麼多錢 你還要我去買公債 你要把以前的先還 美國說OK 你不買喔 我自己買 隔一天 他太清楚了 馬上發票 我買 中國說我買我買我買 為什麼 他印鈔票啊 美國在控制鈔票啊 我要還你錢 我就印鈔票啊 但是鈔票一印 整個美金就怎麼樣 貶值 全世界所有地区 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 當地的貨幣馬上 貶值貶得一塌糊塗 全世界只有美國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 他的貨幣啊 不貶值反而升值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啊所以這個戴旭他人說 他說這個美國很惡劣 發明一個GDP 來騙我們中國人 啊GDP去的GDP計算一下 怎麼算 他中國的GDP是用什麼 房地產啦 紡織啦 那些東西 這樣來介紹他的GDP 不覺得他很高 啊美國現在GDP用什麼來介紹 電子產業啦 科技產業啦 太空產業啦 他那些東西 那些都可以有生產力 而且那些東西 可以製造的軍工業啊 所以美國的GDP 是實在實實在在 中國的GDP是都價 啊所以他在一個斷定 我們雖然美國欠我們那麼多錢 但是你的缺錢是什麼東西 不是拿鈔票 幫你救鈔票耶 沒有耶 他是買你東西 中國是買 中國買東西給美國 啊美國說 啊我沒有錢啦 缺少 啊中國說 好啊你沒有缺少也沒辦法 啊不然我現在 國來燉這麼多啊 啊我沒有賣給你 我自己燉的燉四 好啦 給你缺少啦 啊那越缺少才越多啦 啊所以 美國一個經濟專家 一個小孩你問美國人 他說 他問說 啊我們現在美國 你們這個做老闆 欠人那麼多錢 這樣要怎樣 你知道他好像教他的小孩嗎 他說孩子 多學一點 你應該學會 所以我們是怎麼樣欠人家的錢 那些錢美國人絕對沒辦法行 啊所以美國有說啊 這個待遇說啊 他想想 欸不對耶 東尼 1776年的時候啊 美國 欠英國錢 結果怎樣 打仗 英國書走 極邊行 一拗 美國又欠了河南很多錢 結果怎麼樣 又把河南打跑了 今天美國欠中國很多錢 乾脆怎樣 打一仗就該過來嘛 打一仗 你就沒有 辦法要求中國還錢 所以我跟你說 我如果這樣看喔 美國的軍方 確實有作戰的可能 北韓發生事情的時候啊 美國一直要戰 北韓派三隻的航空母艦 南海也派三隻的 美國的關節 軍方的關節 我派一隻航空母艦 跟你警告 派兩隻航空母艦 備戰 我派三隻航空母艦 一定戰 但是現在中國人也很聰明 好 中國人在南海 脫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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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惜一戰 人家 部隊到他 軍艦到他 尷尬 黃映島 不然打幾隻航空母艦 包圍 都黏黏黏 自己撤退 美國說 美國是派三隻說 你這是不大小 好久你出來跟我戰 他沒有 你知道嗎 南韓有一隻軍艦 在北韓打電影有嗎 我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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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懷疑什麼人打的 自己打的 美國自己打的 我講這句話 我沒有證據 我是研判的 那當初 美國一直在鼓動 我都知道 他們有人來 因為國外這樣 都跟我在討論 一直在鼓動 日本 所有母機 我出我出 然後打 日本想是嗎 不對 我現在日本的孳季 沒有適合戰爭 那現在翻國去跟韓國說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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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不對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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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剪 我所有的台湾人给你拍手 这样好吗 好 所以国际形势 国际的运作 政治上的运作 要用智慧 那个刘山有吗 中华美国打不出了 你看 十几条 真的打不出了 所以我现在 这个台我跟美国自己的 高级保释 台湾就没有事 在台湾就没有事 他当时说 他来台湾要审判 审判是审刊 那是中国人 中国人真的都对人都不是 把你看成不是人 所以麦英九说 郭元素兵说 我把你当人 没有把你当人看 所以各位 原住民到今天如果不懂的站起来 是必定本土台湾人 不要说笨 因为他不懂 他真的不懂 原住人有很多的权利 从来不争取 祖先留给你的土地 国民党进来 这一块是我的 这一块把你画什么研究所 这什么什么林务局 这个什么的 你们都不会 原住民都不会跟他讲说 我的祖先比你中华民国早到呢 我的祖先也有一张所有权状在这里呢 这个就是法律嘛 所以我们帮台湾民政府 帮原住民打赢三个官司 法院要执行的 把他停下来 原因在这里啊 我们叫他把日本时代 日本建户那当中发的 铁锤就正记 你凭什么 逼我的祖先都晚来 自己画 自己就是圈地以后就是你的 那很简单的 明天我们到总统府去 国民党的房子挥起来 我自己发一个所有权状 可以吗 然后我自己设法院 可以吗 您说的 我们就这样干吧 拍手 这要拍手 我们会这样干 我告诉你 我们去国家有得这么厉害 我们都点点了 我们真的都点点了 大家说哇 我叫人来寻文喔 好难喔 好我现在没要叫你 叫人 你走出一段时间 大家作为来把电报线 不是诈骗集团 我们台湾民政府 中国国民国民党 中华民国体制不准处分 那这样你还不来吗 我跟你说啊 我高级啦 中华民国理会那一天 会放选 中华民国体制不准备 都放选 当然他现在宣誓说 他也要成立台湾民政府 和鸡都给你看 他现在跟你说变装 你有看吗 他说变装啊 创意啦 我高级 台湾民政府 我们这个台湾民政府的棋子 我们不是变装啊 那你实实在在 我们这支日本喔 去日本喔 香港头前这样会来他去 我跟你说 这支旗还没有多久 这国有几个里面 因为我现在还要选择 我们会在欧洲 全民飘洋 好吗 美洲 日本 欧洲 台湾民政府其实 会都说去 那他就导向了 国民都玩这支就导向了 没怎么会出来 欸欸欸欸 等一下 哈哈哈 好啦 沒關係啦 我去把麻那么累 我就可以喝奶 你不喝奶 啊 我把麻打得很辣 我把麻打得很辣 你不喝奶 我把麻打得很辣 我把麻打得很辣 你不喝奶 你不喝奶 现在很重要的事情 你今天来受最重要的 我们的毕业政策 我现在要搬 那个 我们有两种 一种是参议班 一种是高级行政班 两种呢 不一样的颜色 其实这两种啊 可以互相交换 可以互相 因为本来行政班 是归行政班上课 那参议班归行政班上课 但是后来 每一次上课的那个行政班 那参议班 人数太少 因此呢 我们就改成说 我们一起上 一起上 我还是建议国位 年纪比较轻的 行政班 年纪比较大的 依你的经验 就当参议班 这样好不好 所以你自己决定 年纪轻 你自己认为 你自己认为 这样好不好 你如果说 我现在七十岁 我叫人纪轻 我就买行政班 所以现在呢 我看那个阿嬌 你来给他盗奔 班长来盗奔 这个我告诉你 你们两个 整家走过 如果要行政班 说行政班 要做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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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标田 西元和岐别 阿拉伯四字 你如果不贴的 你记得贴好清楚 你不能秦菜笔 你要用这种笔 你自己 今天等下要吃饭的时候 你去拜托楼下有一个 曾阳生先生 你给他拜托 英语他拿着贴 日拿着贴 好吗 贴之后 要交回 因为这张要复备 只有这张没效 要复备 你如果 高级班上了 你贴旗班不上了 你要補充 因为你贴旗班 还不上的以前 这张 证书不能给你 这都非常严格 所以 你若不要贴的 再说一次 不要贴的 拿去楼下 给张阳生 拜托张阳生 好吗 你若要参与班 你就拿参与班 你买 行政班的 行政班的 那张 两个是不一样 这样有问题吗 来 各位再说一次 这张证书上面的西元 跟其数 用阿拉伯数字 用这种笔 没有这种笔 用铅笔钢笔都不行 用这种笔 再来 日期 请你不要填 我们帮你填 你填完以后 自动交到楼下 给黄小姐 或者是给张先生 互备好了以后 明天结业的时候 我们会发给你 明天结业的时候 会奔给你 这张你要好好保持 上面都有父母 上面都有父母 我们要保护美国政府 所以 你不要黑白色 要用千字笔 来啦 你们继续上课 还没有下课 还没有下课 拿到那张 没听不懂 比较这样 比较这样 对对 股定人 你让张先生 给你填 来 我们来看 继续看 第九月 在未来的五年到十年 南海各国 目前在做的是什么事 在做的是什么 他们现在大概两年到三年 引进最新进的潜水艇 要到达三十六艘 其中 越南一个国家 就有多少潜水艇 我们国家才四条 他一下就买进六条 这是核能的潜艇 核能潜艇 中国有四只 外南一生要买六只 非力宾从法国买进先进的潜艇 一下子就买了十条 而且越南还买了远程的战略轰炸机 就是苏联的苏 苏凯三十 这个飞机的作战半径是2500公里 那不就是针对南海的问题 整个海南岛和我们深圳这个地方 实际上都在越南飞机威胁之下 还有他远程的防空导弹 因为越南这个国家像一颗黄瓜一样 特别长 他叫到北部 他的防空导弹鞋次可以打到200公里 可以打到这边 如果俄罗斯再把先进给他 给他他可以打到300公里 他们一直在做大工作量的准备 这些东西都是针对中国防空母舰来的 美国到现在玩的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呢 他基本上在做的就是把太平洋当成一扇门 从日本这个地方一直关到南海 一直从南海再往前到印度 现在印度也过来了 我刚才不是讲的吗 阅兵的时候印度的军舰都过来了 但是印度还不仅仅是在阅兵上和美国日本搞在一起 他在南沙和东盟国家美国联合搞的演习 以及在印度洋上和欧洲国家搞的演习 不计其数 也就是说现在半年的也是 半年的也是另外一扇门 也从印度洋上关了南海 这样子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实际上是海上隔两扇门 基本上得逞了 美国就是这个关门的人 像东盟这些小国 像越南这些小国家 实际上扮演的就是插门栓的角色 把门栓一插我们 我们这个门基本上就被关上了 三万公里海上的大门 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说 经过六十年的建设 我们的海军已经建设为海上钢铁长城 我说这个话讲的真是不中心 不用你建钢铁长城 在你的外面人家已经帮你建立了钢铁长城 正是因为这么大的一块钢铁长城在这边拦截 所以我们中国海军 目前是处在一个囚徒困境中 各位 中国 跟显主席围绩在全世界 路面是满足处理 基本上有三条路要出 第一是海南钓鱼台 第二个他走的是南海 第三个他是要走缅甸 那个巴西斯坦那条路 巴西斯坦已经去美国风势了 现在南海一直风 日本已经要风这个钓鱼台 现在全世界情况 非常像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况 所以会不会战争 我个人感觉 会有小规模的战争 大规模 我估计是还不至于 但是小规模的战争一定会有 那建立到中国一定崩溃 这两天中国一些学者 中国的技术来我们这拜 我有跟您说 我跟您说 我基本上你应该赞成 中国要像美国一样 分成七块或者分成十块 东北一块 两广一块 你一定会把它分过 其实如果教外看法 差不多分到八块到十块 每一个都是一个州 来偶然台湾 台湾也变成州 有几个州 我们是比较小 中国会比较大 这些州各自独立 变成一个Common Wales 变成United of China 中国联邦 所以我跟您说 我跟您说 你们这些海外的人士 你们要跟中国拼 我们现在很困难 我们都没有办法动 你们没有办法动 是因为法理上不对 没有符合美国人的利益 我们为什么符合美国人的利益 你眼睛张开看一看全世界 哪一个国家 不是跟美国都友好 你跟美国不友好 跟阿拉伯那些国家 阿拉伯是因为 以色列和美国很好 所以阿拉伯那些国家 那些穆斯兰族的 伊斯兰族的 跟美国不好 但是我这些情形会改变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中国要改变 中国改变要怎么改变 你这海外民运的人士 你们应该要想一套 怎么样在中国会发生革命 中国要武装革命 你们绝对没有武力跟中国拼到底 我说你要学台湾 用法理 他说你可以帮我们来写法理 夭壽啊 我看台湾就不够 批评判 让人骂40条的罪状 要删 我说我可以协助 但是我帮你写 欧洲也很多小国家来叫我删 我说够了够了 我已经够了 我看台湾都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我是那天来 现在有几个人来过 六月底他们在澳洲要开会 澳洲 达奈喇也要去 所以他们的民运 在澳洲会开一个大会 我们会祝贺你 可是我们不方便参加 因为这是中国的内政 我们不便干预 可是我们可以给你一点建议 我们反对起中国的独裁 我们反对起中国的不民主 我们不是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尊重他 台湾人跟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无冤无仇 有仇恨的是中国国民党 你要杀你去杀中国国民党 台湾人没有问题 所以中国民国民党的党员名单 你把它记下来 将来必要的话 我们也可以提供给你 好不好 这个台湾很敢说 公子就杀鸭 我说不一半 所以村的 给你做家庭作业好不好 你需要 要看得完 看得完你去驾手 要看得完几手 你都有带 如果你到时候没有做 要鞭形 来 今天 这个课上到这里 明天我要5课 明天我们明天上课再见 下课 下课 下起立 立正 走 下词 下词 愿